來看環境部近前進行第五次的拖肥心理會 建議說拖肥的價格對一棟三百塊到五百塊這範圍 部長PK民是表示說 如果蓋液這棵減拖 甚至可以來使用優肥的費率一百塊 但是曾在社民會有更替液的代表就很煩惱說 我們再來愛受拖肥 或是後面愛再買拖的品種 今日就愛讓伴兩點倍 拖肥頂受演技 每年才會正式開始計算 只控制兩年 五月正前要立正一年的白控制 費率要不確定 以後一棟是扣三百塊到五百塊 不過若順企業有提出組織檢討的價位 就能夠提到比較優肥的費率 最多一棟只扣一百塊 不過在每年 六月正前就要拿出價位 有賣主企業都懷疑說萬一十九 沒打到標準 但又能夠有優肥 可以取得優惠費率 環境無表時 如果剛才不能抵抗的天災 可以申請演技 不過若順企業是做不夠 這個減量的拖肥就都會無力 你要用最優惠的費率 當然要接受最嚴苛的挑戰 你那一年也沒有達標 是那一年也去補腳差額 也有企業代表懷疑說 每年才開始求拖肥 不過這幾年 自己做的減量的素量感到有遵循 如果環境無表時不必懷疑 都可以寬心 我們現在所有的努力都可以這樣子 都會被算算在我們的這個減量的 一個措施之內 如果港鐵甲的產品要消去歐盟 就要依照 討勁經調整規制CBAM來新報要賣賞 為止控制領域正式實施 港鐵甲就煩惱說 國人要求討勁 出口歐盟 又要收一回錢 強監會失去競爭力 如果最後計算起來 其實能夠扣底的部分 其實很少的話 那其實變成 台灣的鋼鐵製品真的會被剝兩層屁 環境無表時 我們台環境的拖肥 確定是歐盟CBAM第二的 5號的拖鑑形式記憶 確定可以收到 不過到底可以扣多少比例 要是要等歐盟 正是說無口減的條件計算方式 記者林正門的片要做 總共報導